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小外套 酒红色的连衣裙 黑色的长筒靴 这些崭新的服饰果然把小花熊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小花熊满意地对着镜子中的自己笑了笑 转身就要出门 忽然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上好像有些不对劲的地方 于是小花熊又对着镜子照啊照 终于他发现毛衣把外套撑开了一点点 显得有点鼓鼓胀胀的 嗯 这样多难看啊 小花熊毫不犹豫地把毛衣脱掉 然后再穿上外套 才跨厨房门 小花熊就忍不住打了个大大的喷嚏 正在厨房里忙碌的妈妈听见了 连忙说 女儿 你穿的衣服够不够保暖啊 妈妈 您就放心吧 我觉得身上肉乎乎的 小花熊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说着 小花熊心想 嗯 我这么漂亮 应该早点让人看到 于是 小花熊来到隔壁邻居小熊家 小熊见小花熊来了 果然连声夸奖他的衣服漂亮 小花熊听了 心里美滋滋的 别提有多开心了 突然 小猴发现小花熊的身体颤抖了一下 就关切地说 小花熊 你是不是穿得太少了 嗯 不会的 不会的 小花熊连忙掩饰道 我 我还觉得穿得太多呢 嗯 嗯 嗯 起 嗯 起 就这样 由于穿得太少 爱美的小花熊被冻得发起高烧来 新年的第一天 他哪儿也去不成 只能待在医院里 打点滴了